大家好,我是处于茶道 那么这两件器物呢 依旧是上一期视频给大家讲的 两件春秋早期的虎形配 那么这两件虎形配呢 也给大家留了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说这两件器物呢 是不是成对出现的 那么我看到大家的留言啊 大家一致认为呢 这两件器物是一对成型的 其实我的想法呢 和大家是一致的 那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他的这个文饰 包括他的这种状态 包括他的造型 艺术风格等等 基本上是相互匹配的 是相互接近的 另外呢 最主要的一点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 这个片形器 它的厚度啊 相对是较薄的 对吧 相对较薄 所以说呢 像这种薄的片形器呢 也是极有可能对开成型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下面呢 我们再讲讲 这个本期视频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一直在叫它虎形配 这是一个虎形配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 留言 说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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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薄配啊 您为什么叫虎形配啊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我先告诉大家结论 这件器物呢 有些特殊 不管我们叫它虎形配 或者是叫这个龙凤配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其实呢 我们要从它的文士 开始讲起 首先我们看到 大家说它是这个龙凤配 主要我们看到了是它的凤 对吧 它的尾部呢 我们看它呈现了一种凤鸟的形态 对吧 它的这个肩会 卷曲 形成了一个非常尾部闭环的这么一种状态 非常明显的一个鸟形纹 尾部鸟形纹 所以说大家可能感觉 这个虎尾 这个尾部是凤 那么头部应该是龙 对吧 龙凤配吗 对吧 这是我们大家经常能够见到的 大家也经常这么理解 所以很少有虎凤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一点呢 我觉得也没有错 但是我们看这间器物啊 它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首先看什么地方啊 我们大家看到了吗 首先这有一个眼睛 对吧 它是一个眼睛 所以说呢 我们整体的器物 一只眼 两只眼 对吧 凤鸟的这个三只眼 说明这件器物呢 最少应该有三种动物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眼睛呢 我们看啊 它非常的大 非常的圆 那么我初步怀疑呢 它应该是玄武的眼睛 非常圆 非常大 那么而且呢 我们看啊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它的这个腿部啊 包括这个爪啊 足 包括这个腿部 是非常笔直的 非常笔直 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 龙凤配呀 或者是虎形配呀 包括很多的这个商周 春秋战国的这些动物 它的腿部啊 应该是肌肉化 线条化 零动化 对吧 但是我们看 这个腿呢 它是非常的笔直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看啊 它的这个腿部笔直 然后蜿蜒过来 这是一个鸟 我们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是一个整体呀 有没有感受到 所以说呢 这更像是一只大的神鸟 注立在中华大地上 啊 有没有这种感觉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看啊 我们尾部说完了 我们再看它的头部 这头部很有意思啊 其实我们如果不看尾部啊 看这个从这个身身体 这一部分啊 一直到头部 其实它有些像虎的形态 对吧 有些像虎的形态 但是呢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眼睛啊 包括这个鼻子 包括还有脚啊 整体的这一部分区域呢 感觉又像龙手啊 又像龙手纹 但是如果加上下额啊 我们整体看又像一个虎头的形态 啊 包括它的身体啊 又像一个虎头的形态 所以呢 这件器物啊 我个人感觉呢 应该是四种动物 对吧 龙和虎啊 在头部已经融为一体了 啊 这头部已经融为一体了 那么还有这个龟啊 玄武 那么和这个猪雀啊 或者我们叫这个鸟形纹 融为了一体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认为这件器物呢 有些像四灵兽的那种题材 啊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象啊 一种合理的推测 啊 当然 那我们说有没有可能是三种呢 是吧 或者是两种呢 也有可能 对吧 但是我们目前看到了三只眼睛 对吧 那么关于这个四灵兽呢 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 通常呢 我们在这个玉器上看到的这些四灵兽啊 包括有的时候呢 会看到一些简化抽象啊 甚至是呢 这个隐形的啊 这些文士呢 通常就是在春秋战国啊 开始呢 比较盛行 那么越晚 比如我们到了秦汉啊 甚至后面呢 那么这个四灵兽呢 就越来越具象化了 啊 这是有一个这个知识点 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所以这件器物呢 相对来说 它设计的呢 是非常巧妙的啊 另外呢 我们看这件器物 它的这个头部啊 可能这么看不是太明显啊 它的这个头部啊 其实是它的原生状态啊 是这个预质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白的 那么它也印证了啊 就是说这个白虎里西方的啊 所谓的白虎啊 指的就是它的这个预料呢 也是用的相对较白的预料 我们发现了很多类似的啊 这种这个预器呢 它都是用白色的预料啊 那么来代表白虎啊 其实大家看呢 因为这件器物 它并不是什么几古白啊 并不是几古白 因为现在我们如果说拿手电啊 去打灯的话呢 它还是透的啊 我们看中间的部分也是微透 所以说它跟几古白呢 就没有关系啊 几古白就没有关系啊 所以说呢 这件器物啊 应该来说呢 从各个方面 我们取证 应该来说呢 和四灵兽 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一件小小的器物呢 把两种啊 以上的这种动物呢 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 而且是非常和谐的啊 结合在了一起 所以说呢 我今天呢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件啊 非常涉及独特啊 文士组合非常巧妙的啊 这么一对这个虎形配 或者我们叫它龙凤配啊 那么我相信呢 通过我的讲解呢 大家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猜测啊 那么我也希望呢 我们大家能够互动起来啊 那么针对这件器物呢 啊 我们呢 也可以展开讨论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的欣赏 啊 是啊 感谢观看